第一步,接電源 再接自己開氣耳,氣耳達到4公斤左右就可以 這檢查裡面的電源開關有沒有鎖上 有沒有鎖上 這需要把它鎖上去 電源開關 按鈕電源開關,開機 選擇進入操作介面 這是產量設定 當前產量和產量清零 這是屏幕亮度調節 可以調節屏幕亮度 這是手動,這是模式選擇手動跟自動 手動操作 手動操作介面 要選擇在手動模式下操作 轉送帶 這是傳送帶 出標,轉標電機 轉標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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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标 初标 初标电子 初标 左定位器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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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台器器杠 左台器器杠 这只� КрасКон位器杠 左台器器杠 甚至 是 这是什么叫 浇… 浇滚台器器杠 浇滚台器器杠 钫兵的浇滚台器器杠 应 zal Platform 右抬起氣缸 右定位氣缸 右抬起氣缸 進入參數畫面 出標電擊速度可以調節出標的出標電擊速度 出碎電擊速度是調節輸送速度 出標延時是調節出標感應延時 轉標時間是指轉標轉動的時間 轉標電擊速度是調節轉標電擊速度 感應延時 感應延時是碰到物料之後 再延時停機 進入操作介面 自動再按啟動就可以 根據物料調節氣缸 在手動模式下根據物料調節氣缸 先打開 先在手動模式下打開 左右定位氣缸 左右定位氣缸 右定位氣缸 根據物料調節 在挪動 左右定位氣缸 剛好要把電池 左右定位氣缸 推出來之後 中間剛好把物料調節 移動這個地方 調節這裡 在氣缸伸出來的時候 保證中間的長度剛好 就是物料的長度 OK 調節兩邊的擋板 兩邊的擋板 調節擋板的細節度 好方便送料 兩邊 調節清潔度 方便上料 方便物料自動 上機 這兩邊要平行 爬到平行 兩邊要平行 調節物料的接標位 這個調節上下 調節 調節 根據物料的大小 調節上下 這邊 這邊怎麼動 方便 他儕點 三個 根據物料的貼標位置 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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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於 這間貼標 貼片 那些貼片 特地 替communacci 調節前 左右貼標位置 調節前 一間狀況 幫助 貼片 放置 轉上面 好